大家好,欢迎收看《为你推介》 首先请大家按一按订阅的键和旁边小钟仔 一有新片就收到了 香港经历了2019年的黑暴之后 在国安法下,社会开始恢复平静 也是时候重拾发展之路 昨天,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就国家的十四五规划发表了相关的看法 究竟香港应该怎样可以把握梁机 与祖国攜手向前更上一层楼呢? 现在就跟大家细说分析一下 五年规划是中国国家整体发展的 一个全盘战略规划的计划 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以五年为本 今年展开的十四五规划 勾画了2035年远景目标 并且首次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加以浅述 将香港的发展立入十四五的大局规划 国家派出十四五规划 宣港团专程来到香港宣港 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重视关怀和支持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8月23日的 把握国家十四五规划 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宣港会上的支持 提出了三点的看法 简洁名谣既点明了香港的现况、角色、优势 又提出了香港如何依靠自己本身的条件和政本清源 借十四五东风踏上新的发展台阶 第一 洛主任提出认清国家规划要求 全面把握香港的发展方向 并指出香港实现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 社会要进一步把握中央新发展理念要求 凝聚广泛共识 对于这一点 就是说了中央出手制止黑暴港独的破坏动乱 社会回复化、安定 香港是时候要痛定思痛 把握机遇 融入十四五的国家规划 回应中央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而不应该再虚耗时间在政治争拗了 发展才是硬道理 带来了十四亿人举世触目的巨大成就 香港要继续向上发展 以及保持竞争的优势 离不开国家的支持 更需要突破过去有点固步自封的盲点 多一点去理解和配合国家的规划 黑暴蓝色革命彻底失败之后 有些人担心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会变 如今国家的十四五规划 宣港团专程来到香港 和洛主任的讲话 讲明了这种忧虑是多余的 中央对香港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 一以贯之 不但一国两制的政策不变 而且更加关心香港的发展 希望香港发展得更加成功 否则为何大费周将 专门派宣港团来香港呢? 第二 洛主任提出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不断提升香港的竞争优势 因为全球发展的最大机遇在中国 香港发展的最大机遇在内地 洛主任的聊聊几句 导出的又怎样只是香港的发展方向呢? 它导出其实是国家和中央 始终都是视香港是祖国的东方之珠 始终都是想香港发展好 只是过去那几年 香港反对派勾结外国势力 将香港搞到污烟瘴气 令人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可惜 全世界都希望能够 踏成中国高速发展的东风 香港是祖国的掌上明珠 又怎样能够缺席呢? 就算洛主任不说 任何一个头脑清晰的人 都应该明白到 香港最大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 如果失去了这个优势 香港凭什么可以养活到七百多万人呢? 以今时今日的中国的国力 只需要在自己的国境内 随便点上一点 那一点就可以立即成为中国的 什么中心了 香港要继续巩固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航运中心 服务中心的地位和竞争力 离不开国家和中央的支持 所以只有强化这一点的认知 加速配合大湾区发展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未来的繁荣 就可以更加有保证了 第三 洛主任提出 善用国家政策支持 努力开创香港发展新未来 他同时强调 就一年多 香港的撥乱反正 正本清源 说到底 是为了 维护和发展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 是为了实现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是为了推动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 这几句话实在是重中之重 洛主任说的除了是 完全一语众的 相信亦是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 语众深长的奉劝和引导 没有了和平和稳定 说什么发展都只能是虚的 都只会是空中留国 都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平衡时空 去看台湾核狗 台独令到社会空转 经济停滞不前的现世例子 还有阿富汗国家安全不能保障 落后挨打和任人遇欲的人间恋欲景象 香港如果变成一种政治城市 会是什么的后果呢 中央出手为香港制定港区国安法 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完全是外之深宅之切的无私举措 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了中央 这两道雷霆杀手简 香港的港独动乱和街头暴乱 还会持续多久呢 正正是为了一国两制可以行稳自远 香港可以继续繁荣稳定 香港市民可以安居落叶 中央才会被逼出手 撥乱反正 如今香港社会回复安定 中央再透过十四五规划 准备进一步帮助香港发展 经济和改善民生 中央如此念之在之 挥力勞心为的传递香港人的福祉 我们是否应该自己更加争气呢 保持清晰头脑 享有外部势力背景的反中乱港势力 坚持说不 维护香港稳定 就是维护国家安全 是每一个香港市民的共同责任